香港人口持续高龄化 是想象一下二十多年之后 本港每一百人就有超过三十人 是六十五岁及耳顺长者 牢鹿一生 人发族退休之后的生活 由忙碌变为闲日 没有了生活寄托 不少长者往往感到空虚 和没有价值 没有收入 人真的没有什么希望 比较不喜欢跟人说话 自己经常在家多 很少出外 总而言之就是很不开心 无论年纪多大 同样有追逐快乐的权利 怎样才能令长者的晚年生活 都可以多知多才呢 我们很希望透过不同的兴趣 让他们重拾一些乐趣 不要因为可能是家人的离开 而可能失去了自己 他们之前都贡献了大半生 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他们的认知能力依然是很清晰的 其实这些东西 今年已经98岁的年者 不仅神彩役役 武拐掌亦都能够见步如飞 在老人之家的日子 就快踏入第19个年头 感觉很好 这里住得很好 就是环境都很好 住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都很开心在这里 提起护老院 不少长者 或者有一种负面感觉 认为是等待中老的地方 但连者就有相反的看法 反而觉得在这里生活 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连曾经获派慈云山的单人公屋单位 他都放弃 连者由2006年入住老人之家之后 一开始就积极做义工 是老人之家的活跃分子 我们以前做很多义工 我在这里做 跟老人家去复诊 有些九十几岁 我那时候八十几岁 就带老人家去复诊 这里做饭盒 我们又去派饭 我喜欢做义工 老人家做得力就做 现在年近八岁 年者少了做义工 平时会跟三五知己打米南牌 打法时间 每个人都有空 现在老人家 就走一起玩 没东西玩就找来消遣 过日子 演者又买一些美南牌 给我们老人家玩 刺激脑子 不会痴呆症 让我们老人家玩 我每天都要做运动 每天都行几千步 本港人口持续老化 预计到了2046年 香港有超过三成半的人口 是65岁及以上长者 即是每三个香港人 就有一个是老人家 面对人口高龄化 社会应该如何进一步 改善长者安老服务 让他们可以安享晚年 新手作人协会在1990年 分别在竹苑北村 宝林村和小西湾村 成立三间老人家 每一个单位 由2至4个长者合住 合共提供355个宿位 老人家和一般的安老院社不同 这里提供一个共住模式 比较自理能力 和住屋需要的长者 住在这里的每一位长者 各有各的岗位 共居的生活当中 不是单单提供一个居住的单位 社工很厉害 透过观察和他们聊天 就会引导他们 去找他们有兴趣负责的范围 比如很简单 洗衣房 有人负责管洗衣房 看着大家的秩序 有没有守规矩 在日常生活里面 现在我们有些康乐大使 有些是专业看健康 甚至有些是看汤水 他们透过互相帮忙 其实也很有满足感 这位是我的儿子 这位是我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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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搬入老人之家之前 连子一直和小儿子一家 生活在同一屋线下 和孙子同房 但随着孙子慢慢长大 他决定搬走 腾出更多空间给孙子 他特别高一点 躺在床上 要么就这样连着脚 要么就缩着脚 不够长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 我自己要走 因为我走了 我把床可以拆掉 把床可以改长一点 把床可以改长一点 我为了孙子 我说他日常要高一点 影响骨子 所以我就要离开家了 没有后悔 很开心 没有后悔 我希望年轻人好一点 连子搬走了 一群儿孙 不时都会来老人之家探望他 一起做运动 聊聊天 享受家庭乐 阿智是连子最小的孙子 从小和妈妈的感情很好 在他眼中 妈妈是一个处处为人着想 性格乐观和正面的人 最疼应该是我 是不是最疼我 是呀 不是公平的 最疼是最小的 是最小的 个个都疼 我们小时就住在一起 出生的时候 因为我父母说不话听不话 小时就妈妈 除了幼稚园之外 就妈妈教我们写字读书 最感动的就是 因为我和哥哥开始大 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起 妈妈就怕我们没有位置住 又或者床不够了 开始空间小 他就自己说不如我去外面 申请公屋 又或者去找地方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过来 伸手作业务这里住 而且这里真的多活动 热闹一些 他没有那么闷 我会觉得 土坦白说 我们都不可以24小时陪同妈妈 但是这里会多些人 廉常总挂着微笑的年者 退休之前为了养家 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有三个儿子的他 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是龙瓦人士 当时先生曾经劝他 弃养两个儿子 但是骨肉亲情难觉舌 他缺心独立抚养儿子成人 没有办法 因为他父亲不爱他 说他龙瓦不爱他 叫我放在街上 我说不行 我说你不喜欢你自己走 后来就自己走了 走了一路三岁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辛苦 我一个人养三个 住木屋 真是我自己都很省 如果不省就 搞不定家 我早上上班 整天这么长 三个儿子 幸好那时候没有火烧 老虎咬不住木屋 如果有火烧 就消死了 两个不会说的 即使是年纪大 但通情达理 生命和仪式子孙 相处之道的年者 从来不强迫儿孙 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 并尊重后辈的生活方式 做老人家 对年轻人不可以 自己好像我一样 要和 一家老老乱乱都要和 我从来没闹过 媳妇一句真 我跟老人家都是这样说的 我到现在 虽然九十几岁 我都没给媳妇 跟我洗过一件衣服 很感恩 到现在我都自己可以服侍自己 有些自己服侍不自己 要离开这里 这里一定要自己服侍自己 你自己服侍不自己 就要去护老苑 你想不想去护老苑 我都想的 我都不想自己服侍自己 就被人服侍 老人之家里面 四成的住客 都是八十岁以上的长者 入住的每一位老人家 都跟年者一样 背后各有故事 很多在我们这里住的长者 他们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原因 可能家居住环境合宅 容易生磨擦 开出来住之后 透过不同的老友记 有时他们沟通 讲一下你的故事 讲一下我的故事 一些辅导 他们彼此了解一下 反而可以和家人有复和 理解到家人的难处 另一个情况就是 很可能家人的离开 甚至乎移民 长者其实未必适应 突然间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要重新去一个地方 去生活的时候 他们那种互相帮助的气氛 真是很重要 新入宿的院友 很感受到人间有情 什么时候就一个帮一个 这个是我们很看 让长者能够在这里 我们叫做安享晚年 就在这里停下来的地方 因为其实来了之后 搬走的就没有哪几个 我们去做安享晚年 我们走得很快 我们来找找找 我们去做安享的 五和是年纪在老人之家的 铃居 这早上他和一班长者 一起做早操 好 我现在去做安享的 现在去做安享的 但两年前入院舍后 因为他外向而且落于做人的个性 很快就获选做运动室管理员、院委等 定期协助院友做健康检查 九年前五和原本在一间食品製造厂 负责包装和落货 但因为落货的时候 伤及颈椎需要停工而提早退休 突然之间没有收入 日日留在家无所事事 令他幻想抑郭症 又没有收入 人真的没什么希望 第一担心身体的状况 第二担心将来都不知道做不做 突然间会很过瘴 担心生命得很厉害 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那时候见到精神医生 大概一段时间的惨断 你有点忧郁 不过我个人其实性格很开朗 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很少 像半年时间 没有收入 又成为家 都吵得很厉害 五和和太太自小青梅竹马 夫妻关系本来一直恩爱 但近年经常因为一些琐事 发生争执 后来争执越来越多 婚姻也亮起红灯 这些人我想是年纪漸大的夫妻 或者真的退了腰的夫妻 都会的 你这样蒙我眼 没有事的 以前很好的 我和太太自小认识的 几十年都没有事的 退了腰之后就很辛苦了 你蒙我这种人又不合 我一会要吃粽 你要吃饭 都会吵 任何小事都会吵架 他做错了些东西 做错了些男人 都会犯的错 自己接受不了 因为他之前对我很好的 之前你知得这么小 他就认识 大家的感情 不是普通的人 这样认识的 情绪带来的时候 就不想见到他 婚姻陷入危机 医生建议五和暂时 和太太分居 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五和就搬入老人之家独居 加了大概一年两年 医生说 你这样做法不行 你们两个 虽然不能动手 但是 整天在一个地方 就很辛苦 就建议我 你不如去住宿舍 暂时分开一下 你可以回家 和太太相处都可以 但是 有个空间 让你们分开一下 相处会好些 初初都不习惯 初初 成人没试过 走到一些熟悉的地方住 在入住老人之家之前 五和曾经在三个不同宿舍 居住过 但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住在同一个单位 很多生活上的细节 需要磨合 有时也难免产生磨擦 但是五和 慢慢地找到和宿友的相处之独 你尊重别人 起码 别人 就算不尊重你 也不会对你有太多恶意 我初初住第一间宿舍 就是这样的情形 初初进去 我不认识 要和十个八个人 一起住一个大房 初初都不习惯 但是慢慢习惯一下 我又算是一个比较勤力的人 在入住宿舍 我都可以帮的事 我都肯做 很多人不肯 不过一般的宿舍 都会有时间限制 最多只可以暂住两年 五和展准下 找到第四间宿舍 也即是老人之家 这东西对住宿舍的人 那个适应性很大意 住着习惯了 但是不好意思 两年多了 你也要出去 我和小宿舍说 我帮你另外申请一个地方 我说有没有时间长一点 不要转来转去 我和小宿舍说 很好人 帮我找一下 有啊 老人之家你住不住 我说能不能住长一点 他说好 可以 所以就申请了 住宿舍的人 什么人都有 因为有些年轻一点 有些年纪大的 环境比较早一点 反而来到这里有个好 大家都是享年纪的人 大家最少脾气都会好一点 而相处 其他宿舍就有个比较缺乏一点 就是活动 这里有 这里有很多活动 这个我很喜欢的 我喜欢看书啊 听一下歌啊 唱一下歌啊 下棋啊 做活动啊 家里就小家庭 安心点 但是呢 没有那么多活动 老实说回到家里 没有那么多活动 所以 这里不同 这里很喜欢一个大家庭 五和现在对退休生活充满期待 希望尽情玩乐 他在院舍参加了不少 以前从来都未尝试过的活动 例如硬地滚球 摩力桥 和拉根班等 我找了一年了 这些就不算厉害了 这里的前辈很多 我有个体验很好的就是 找这个要去核 两个人一个队 你知道我要打哪个坏 我知道你要打哪个坏 可以一个叫打掩护 一个叫打进攻 挺好的 但其实技术上 我们前辈很多 他们很厉害的 我想这个还要学的 我也希望今年 有得代表他参加一下 第一年我做了一年 五和现在 除了参加不同的兴趣班之外 也都经常参与义工服务 上台看到先生 在生活上有正面转变 每个星期都会抽时间 一家人吃饭聚会 两个人的关系也都得到改善 其实年纪大到最后 我在社区那里做了义工 都比较好 我可以来到这里 都是很多人帮我 现在我有时间了 暂时我的心态是可以的 不要说会贵 可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帮助其他人 但行好事 默默前正 你做到你做 我觉得我是这个心态 我觉得他在外面 觉得有些好的转变 人变好了 脾气转变得最多 帮人的时候 是在帮自己 他出去做义工 我都很开心 他回来煮食 还有他煮食 孩子和媳妇都说他煮得好吃 他又很喜欢这个孙 两口菜互相尊重 这是很重要 大家有空间好一点 如果你真的一天二十小时 两个都在家 就会很辛苦 经过时间的洗脸之后 我觉得那些事 过去的事慢慢都过去 还有不要记住 之前不开心的事 因为记住之后 我还要继续活下去 当长者有安乐窩 安定下来 生活找到寄托 自然可以展开美满的晚年生活 不过仍然有不少独居长者 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关为 77岁的Maggie 是一个独居长者 她在退休之前 主要教人游泳 她有四个子女 大儿子在四年前移民外国 不过养儿一百岁 长休九十九 即使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但Maggie仍然放不下 又担心她的生活 又担心她的身体 去到那儿又怎样呢 所以有很多东西担心 就是说不出怎样的担心 总之心挂着 失眠 当然是整晚睡不到 因为我有痛症 比较重 痛多了 有些困扰 比较烦恼很多 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改变 加上痛症前身 令她的心情变得低落 比较不喜欢跟别人说话 自己经常在家多 很少出外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少出来中心 完全因为痛症 加上很烦 心情相当差 总之很不开心 有机构发现 近年不少长者 因为子女移民之后 要独自留在香港 而感到孤单 这班长者 他们需要外界协助排解情绪 多于在生活上的照顾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在去年8月 推行支援流港长者服务计划 为长者提供各类兴趣班 和尚本服务 至今服务近1400人次 Maggie是其中一位 接受服务的长者 Maggie也是我们第一轮的参加者 很记得我跟她做登记的时候 她的资料也比较片面 不太想说 一来可能觉得子女移民的事 平时也没有什么提起 那次的谈谈之后 其实她也有眼淋淋 就是说起儿子 然后都耍手令头 觉得不要再说下去了 那一刻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长者 我觉得她是有点心事的 可能过了两三次活动 才开始她愿意躺开心飞 就是告诉我 其实儿子移民之后 觉得她的智能电话 又不是很叻 那些使用 就变了好像很难跟儿子联络 但其实她又很想知道 她那边的生活好不好 工作得开不开心 就是顺不顺利 那这些我都相信 作为妈妈 都会非常挂心 挂着放不下的地方 刚刚初学 跟她们学好 初学都不太漂亮 哎呀 最肉酸是我和阿嶺 第一次做 对了 第一次做而已 对了 对了 Maggie这一天来到中心 和朋友一起製造俄罗斯刺兽 好玩就大家一起 你又玩 我又聊 又说话 很开心的 Maggie 形容参与计计划之后 认识很多同路人 令到心情开朗了 一直被压抑的情绪 亦都终于运到出口 大家都和一样 每个小朋友都离开香港 大家变成说话 大家都说了同一个圈 变成差很远 每个都说自己的东西 听到别人说 我的小朋友现在更好了 他经常网络我 每个星期又智障 有妈又一夜 很替他们开心 听到别人开心的 很替他们开心 原来更好了 但听到一些心喊 原来我还比较幸运 原来我还比较好 好过他很多 因为我还有三个小朋友在家 因为我们发现 他们的生活模式 和身份角色 因为子女移民后 转变很大 很大的落叉 变了他们闲鱼的时间很多 但我们很希望 透过不同的兴趣 让他们重拾一些乐趣 不要因为家人的离开 而失去自己 因为那些乐趣 兴趣专长 是专属自己的 在以前职场 他未必会觉得 这些技能 是可以教到其他人的 但是他这些兴趣 在我们这里发挥到 又形成到一个 身份自我价值去提升 面对子女移民 这也是一个社会大环境 大家都会面对的 并不是一个很特别 或者令人觉得 很羞恥的一个经历 年岁占大 只要好好准备 妥善规划退休生活 长者仍然能够 随心所欲 快乐度过每一天 我爱笑的人 很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几不开心都会过 开心心好 因为我最主要有地方 我愿意到四处去 到处走 到处去到处去 到处逛 到处去到处去玩 和一起聊一下 都不会觉得好闷 要看开些 自己找尋自己的字幕 好像香港最好的 前面有很多长者中心 可以到处去找 找到自己可以进去 再自自然找到自己的兴趣 自然就不會覺得很孤獨 現在很開心 因為兒子、孫子、個個都很好 個個都自己有家了 有兒子了 有四個塞了 四個都垃圾了 我們沒有事情想的了 我的希望就是希望 將來歸世的時候 不要那麼痛苦 就給你一點點 在大不了 錶製 為了 做早快 和廣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